北韓周六凌晨朝日本海 发射两枚短程弹道飞弹 被指示对美日韩反潜军演 表达不满 短短一周的时间内 已经四度试射飞弹 一共射出了七枚 面对北韩持续挑衅 南韩总统殷熙月警告 平壤当局若企图动用核武 将会祭出枪硬反击 北韩短短一星期内 发射四次飞弹 朝鲜半岛核武威胁再起 北韩九月二十五、二十八、二十九号 以及十月一号 一共发射七枚弹道飞弹 南韩媒体指出 这是为了抗议美日韩联合军演 而一号正值南韩国军日 总统殷熙月在会上重申坚决态度 北韩在南韩国军日当天 罕见发射两枚短程弹道飞弹 从平壤飞向日本海 日本防卫副大臣说 这两枚飞弹似乎以不规则 轨道飞行 恐怕更难追踪拦截 日方已透过驻北京大使馆 向北韩抗议 面对北韩连连挑衅 南韩军方透过国军日 大售军事肌肉 空军黑鹰飞行队帅气登场 包含F16、F35等多架战机编队 吸引大众目光 然而播放影片时 却被抓到离谱出包 南韩国军宣传片中 竟然出现大陆解放军的装甲车 引发轩然大波 国防部随后出面道歉坦诚失误 承诺会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 记者综合报道